春节即将到来 位于新疆伊犁的中华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洋年货十分走竅 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上万种商品在这里汇集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公民以及第三国公民无需签证 仅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就可出入合作中心 现在来购买洋年货的人员逐渐增多 每天验放出入境人员达到1.6万人测 高峰时期可以达到2万人测 随着春节临近中华合作中心也迎来了可流高峰 不少外国游客在品尝美食开心购物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味 非常感兴能在这里感受中国春节 在这里我想祝所有中国朋友春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迪迪亚木萨伊都拉耶亚在合作中心销售红酒 他告诉记者哈萨克斯坦生产的红酒特别畅销 每天上架的红酒供不应求 中华合作中心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种商品 涉及烟酒香水化妆品手表珠宝等多个领域 商家刘鹤这几天可忙坏了 为了迎接春节到来 店里货架早早摆满了来自韩国的各类商品 我们店的产品全部从韩国工厂直接采购 这个月新到了八九个集装箱的食品 大概有两百多个单品 在新疆伊宁市工作的刘芳元 驱车80公里到中华合作中心购买洋年货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轻挑细选 刘芳元采购了两大包年货 以前进口商品都很贵也很少买 现在好了可以接上到这个花儿果司合作中心 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而且这里的价位呢 也比外面要便宜一些 可以随时随地的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传统的购物方式 很多外国商品还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的模式 到达消费者手中 在合作中心电商平台的智能公共仓里 分门别类的摆放着中国顾客们 海淘的各式年货 仓库外停放着物流公司的卡车 会计人员正忙着分发货物 我们中华黄金城 现在引进了德国海内曼全球购 引进了香港全球购 引进了台湾全球购 引进了格鲁吉亚全球购 在这里跨境电子商务成为中华合作中心 一个大的亮点 一步跨两国免税购物邮 是霍尔果司冬季力推的旅游购物活动 跨境购物邮的人数逐步增加 跨境免税购物邮 已成为霍尔果司市乃至新疆 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